拉面忧虑,汉纳山上令人意想不到的环境问题 今天,我们有一个关于汉纳山的重要故事 它是韩国最高的山峰,位于美丽的济州岛 汉纳山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济州火山岛和熔岩馆遗址的一部分 这座山是徒步旅行者最喜欢的地方 但最近,它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方便面? 方便面,或称为拉面 是汉纳山徒步旅行者的热门小吃 然而,这些面条的汤汁正在造成汉纳山环境的破坏 当徒步旅行者将咸咸的汤倾倒在山上或溪流中时 它会伤害水生昆虫和山上的生态系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汉纳山国家公园办公室发起了一项提高认识的运动 他们在山上张贴了横幅 上面写着保护干净的汉纳山的信息 山上有严格的规则来保护它 禁止吸烟 留下食物和垃圾 未经许可进入和饮酒 违反这些规则 可能会被处以最高200万韩元的罚款 大约1960新加坡元 在山峰上吃热面的趋势不仅仅是在韩国 即使在瑞士 在马特洪峰的顶端 你也可以买到方便面 这说明方便面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欢迎 方便面如此受欢迎是件好事 但我们必须小心在大自然中享用它们的方式 为了保持山洪壮丽 所有的访客都需要加入环保行动 通过遵循国家公园办公室的指导方针 我们可以帮助保护汉纳山的环境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你为什么喜欢它 你在附近的公园或植物园散步时 注意到了哪些环境问题 Pico 你喜欢吃拉面吗 我喜欢吃拉面 它们很好吃 你知道韩国的一座山 因为拉面正在面对问题吗 咦 一杯拉面能对一座山有什么影响 我也不太确定呢 也许我们可以问问管理这座山的人 好主意Pico 出发前往地球 下午好 先生 我听说安娜山上的方便面有问题 是的 没错 许多徒步旅行者在山上时 会带上方便面 称为拉面来吃 当他们将这些面条中的汤汁 倒入山上的水道时 问题就出现了 汤汁中含有高浓度的盐分 可能对环境有害 你还记得汉拿山是哪个国家最高的山吗 你答对了 它是韩国最高的山 汤汁中的盐分如何影响环境 盐会污染水 导致水太咸 影响到水生昆虫的生存 这些昆虫是汉拿山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他们无法生存时 它会破坏整个食物链 并伤害其他野生动物 这真是令人难过的消息 你们正在做些什么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国家公园发起了一项运动 以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们鼓励徒步旅行者 不要将拉面汤倾倒在山上或溪流中 我们还在山周围张贴了横幅和标志 要求徒步旅行者只使用一半的速溶汤和水 这个方法好棒 这座山还面临其他问题吗 有的 除了拉面汤问题外 我们还面临着乱扔垃圾 访客未经许可的进入和对植被的破坏 这些问题都会对这座山脆弱的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确保人们遵守 禁止乱扔垃圾吸烟和未经授权进入的规则 以保护这座山 在远足或野餐时 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垃圾 你认为当人们将食物或垃圾留在栖息地时 动物会受到什么影响 想获得更多关于Nino的精彩冒险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和按下通知铃哦